为什么挑选春秋时代的故事 因为这个时代出场的人物 具有鲜明的特色 强烈的性格 特别具有故事性 在开始讲故事之前 先说一下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主要的位置 在黄河中下有一带 周朝经过两百多年以后 到了第十二代周幽王做天子的时候 为了博得美人包式一笑 所以烽火系诸侯 就像《狼来了》的故事 最后西移犬龙进攻 周幽王被杀于离山下 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将国都从浩金 就是现在的西安长安 迁到洛邑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 之后历史从西州改称为东周 东周的前半段时期 两百多年是春秋时代 后半段两百多年为战国时代 春秋起周王朝渐渐衰落下来 各国的诸侯争相想要当天下的霸主 而春秋一词的由来是 鲁国的史冠记录各国重大事件 之后孔子嫁以修订成为儒家经典著作 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在春秋的末年 在周朝的封建社会里一共分为六种阶层 第一天子这是最高的领导阶层 第二诸侯天子赐封地给诸侯自主国家为封地的君主 诸侯有定期纳贡朝建以及出兵协助的义务 第三是亲与大夫 亲比大夫的地位再高一些 他们从诸侯的手中得到封地 并且对诸侯进行义务 第四是士 贵族阶层没有封地属于战场上面的主力 第五是平民 多数是农民 第六则是奴隶 那春秋的第一个故事是 郑伯克断于烟 周平王东迁后 周王朝紧挨着郑国 当时郑国国力最为强盛 郑武功的妻子 武江第一胎难产 所以武江压根就很讨厌他的大儿子 第二胎生产的时候很顺利 所以特别疼爱二儿子 武江三番两次 要求郑武功改递二儿子 供输断为继承人 但是郑武功最后还是将王位传给大儿子 就是后来的郑庄公 郑庄公继位以后 母后武江三番两次要求郑庄公 封更多的地给弟弟供输断 有母亲撑腰 供输断的城墙越该越高 也不断的招兵买马 其他人提醒郑庄公说 那个供输断恐怕有二薪 但是郑庄公欲情顾重的说 我也没有办法 都是母后的旨意 然后睁一之眼 闭一之眼 放任弟弟供输断 所作所为 没有事实加以制止警告 后来供输断真的出拼叛乱 郑庄公早就已经部署好 于是说了一句经典名言 多行不义必自毙 然后讨伐供输断 到了郑国的边界 燕这个地方 供输断最后逃亡出国 弟弟逃亡以后 郑庄公因为很弃母亲 所以下令不到皇权不相见 皇权相见的由来 就是由这个典故开始 但是毕竟是母子啊 一段时间以后郑庄公就后悔了 可是又不能自食其言 有一天一位著名的孝子 饮好熟跟他吃饭的时候 知道郑庄公的心思 就帮他出主意 挖了一条地道 让他们母子在地下相见 从此以后恢复了母子关系 而这个位置呢 就在现在的河南许昌市牛皮山 而孔子对郑庄公这件事情的评价是不高的 因为克这个字是对待敌人的意思 所以郑伯克断于焉 就是指郑庄公用对待敌人的心思跟自魔 在焉这个地方攻克自己的亲弟弟 郑庄公是郑国最强盛的时候 周平王为了平衡郑国的权力 所以有意瓜分郑国的政权 周平王驾崩以后 周桓王即位 将郑国部分的封地划分给国国 于是郑庄公跟周王朝决裂 周桓王就率领 陈蔡卫等诸侯军亲征讨伐郑国 在虚格打战 不过周军大败 从此以后周天子对诸侯就失去了控制权 不再有政治上的实权 于是春秋争霸开始 郑国随着郑庄公去世后 国力日益衰减 而这个时候齐国国力渐渐强盛 齐湘公在当时几乎成为霸主 他派连称跟管制副两位大夫去驻守葵丘 就是现在山东临滋县 他们临走的时候问齐湘公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当时齐湘公正在吃瓜 就随口回了句 挤瓜而带 等明年瓜熟任其其满的时候 我会派人接替职务 但第二年其满 两人请求接替 齐湘公却不准许 因此两个人就心生怨恨 联合朝中不满的势力 图谋作乱 杀了齐湘公 所以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来告诫 做人要有诚信所信用 当时齐湘公的两个弟弟 公子丘跟小白 分别在辱国跟举国 接到消息以后 两个人飞快的赶回齐国 因为谁先到谁就有机会作王 辅佐公子丘的是管仲少乎 辅佐公子小白的是暴鼠崖 管仲为了替公子丘除掉竞争对手 暗中埋伏在路上 一看到公子小白就弯弓射箭 公子小白惨叫一声倒地 管仲以为射死公子小白 所以公子就一行人慢悠悠地走 不过那个剑只是射到公子小白的腰带同勾 所以公子小白平安无事 起身以后一群人赶紧快马驾鞭赶回齐国 之后公子小白就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齐桓公一上位 暴鼠牙就劝齐桓公要重用管仲 他说君王如果只是想要治理齐国 有高熙跟我就够了 但是你如果想要成就霸业 必须要靠管仲 齐桓公之后讨伐鲁国 逼迫鲁国杀死公子鸠 献出管仲跟少胡 不过少胡自杀 管仲坐着球车赶回齐国的路上 因为害怕鲁国追杀 所以一路高歌动感流行音乐 车夫听着音乐 驾车的速度越赶越快 很快就回到了齐国 到达齐国的城外 齐桓公亲自行礼迎接他 并且让他做齐国的宰相 管仲接管齐国的正事以后 迅速发展工商业 国父名强 尊王朗仪九和诸侯 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跟报熟牙从小就认识 两个人是好朋友 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读书做生意 报熟牙知道管仲家里穷 拿不出钱来 于是他一个人拿出两个人的资本额 赚到钱的时候 让管仲还多分一点 自己少拿一些 别人就说 哎呀这样管仲不是坑你吗 但是报熟牙回答 管仲家里穷 又有老母亲要侍奉啊 所以能够遇到像报熟牙这样的知音 管仲也赞叹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报职业 因此讲述情谊深厚 管报之交最常被人引诱 津津乐道 而后人对于管仲治国的贤财 没有太多的赞誉 但是对于报熟牙的美德 倒是称赞不已 不过孔子却很推崇管仲 在论语献问 讲到上面那一段历史 孔子说 为管仲无其批乏招任你 就是说 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管仲的努力 我们现在都成了野蛮人了 回到齐国的故事 齐桓公称霸40年 不过晚年亲信小人 当时有人推举了一位 非常会做菜的厨师 他叫做易牙 易牙善于烹饪 也很会揣摩齐桓公的心思 有一回齐桓公随口说出 天下的三针海味我都吃过了 就是不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 几天以后 齐桓公吃了一道菜 大喜过望的问 这什么菜啊 怎么那么好吃啊 易牙回答说 君王上回说想尝尝人肉 所以我将我三岁的儿子喷煮 好满足主上的胃口 齐桓公一听 感动不已 管仲在临死之前 特别告诫秦桓公说 易牙连亲生儿子都能够杀 绝对是奸邪小人 你一定要远离啊 还有塑掉 为了能够实施在你身边 自公毁生 这种人连身体都不爱 怎么可能会真的爱你呢 以及为国的公子开芳 舍弃太子的身份 宁可在你身边担任马夫 父母死了都不回去奔上 这种人心里没有父母 怎么会有国君呢 管仲死之前再三告诫 齐桓公于是远离了这三个人 但是少了他们三个人 生活所然无畏 最后又将这三个人召回了宫中 等到齐桓公并重 三个人觉得时机已到 便假见齐桓公的命令 封闭宫门不让人进出 然后勇立公子无鬼为君 齐桓公最后活活被饿死 死后67天才有人收尸 区域都爬出了宫门外 所以智人善任很重要 好于亡国 不过易牙金鱼烹饪的事情传开 所以被后人称为袍丁之主 就是现代人说的尸神 齐桓公跟管仲在世的时候 立公子昭为太子 然后将公子昭托付给 以仁义著称的宋香公 齐国内乱 于是宋香公联合其他的国家 起兵讨伐齐国 打败齐国将公子昭送回齐国继位 为齐孝公 在这个时候 宋香公短暂的称霸一段时间 结果宋香公邀请齐国跟楚国会谋 却没有带兵前往 被楚国趁乱居提 后来鲁国求情才被放了回去 之后楚国起兵讨伐宋国 双方战于洪水 宋国已经排好阵势 楚兵还在渡河 旁边的将军就劝宋香公说 趁他们还在渡河 现在杀过去一定可以得胜 宋香公说 人家都还没上岸呢 这样太没道义了 过没多久 储君上岸列阵 旁边的将军又说 趁他们阵脚还没有稳 赶快进攻 这样或许能够得胜 宋香公不理会说 人家都没站稳脚 这样不是仁义之师啊 储君列阵排好准备进攻前 宋香公下令说 有两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我们作为君子 第一不杀受伤的士兵 第二不勤恶毛 头发花白的别抓 这个才是行军之道哦 这样打仗的方式 最后当然是宋君战败 宋香公伤重去世 宋国短暂的称霸草草收场 所以没有原则的善良 就会助长恶的滋生 罗树说 如果理性不存在 善良就没有意义哦 那回到春秋的故事 这个时候宋国没落 齐国也在衰败中 而另一边黄河中由秦国跟晋国崛起 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 叫秦国为强盛 晋献公虽然雄才大略 但是贪图美色 少数部落离龙国 国君为了求和 于是将自己的女儿 黎姬献给晋献公 据传闻黎姬姿色美艳 深受晋献公的专宠 并且生下儿子西齐 黎姬为了让晋献公废太子生生 改离自己的儿子西齐为太子 有一次晋献公外出打猎 黎姬假借晋献公梦见太子生生母亲为由 让生生去祭祀母亲 当生生将祭祀的座肉 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时 黎姬让人在座肉之中下毒 晋献公撤出肉中有毒 黎姬故意三风点火的说 生生已经等不及 想要弑君篡位了 这个把晋献公气的 下令让生生自杀 生生的品现温顺善良 旁边的人劝他 赶紧去跟爸爸解释一下就没事了 但是生生说 爸爸没有我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离姬 就会寝食难安 如果我为自己辩解 必然会使离姬获罪 现在爸爸年事已高 我又何必这么做 使他陷于痛苦之中呢 于是自杀身亡 太子生生意识 下面两个弟弟 崇尔跟乙吾知道大事不妙 就赶紧出逃到国外 崇尔的母亲是戎族 所以他跑到敌国去 乙吾则跑去投奔姐夫 就是春秋五八之一的秦穆宫 秦穆宫取的是太子生生的姐姐 这就是秦境之好的由来 也是开端 等到晋仙宫驾崩 宇吾跟秦穆宫结盟 晋国大夫对离姬母子早就已经不满 于是里应外合杀了离姬母子 宇吾回国以后继位为晋慧宫 宇吾在跟秦穆宫结盟之前 曾经答应秦穆宫回国以后 会将河东以西的国土 送给秦国当作是回报 但是一上位 晋慧宫就后悔了 耍赖不给 秦穆宫也没有办法 只能憋着一股气 几年以后 晋国栽荒 晋慧宫又去找姐夫 秦穆宫帮忙 秦穆宫宏大量的说 齐军事务 齐民何罪 晋慧宫虽然是个混蛋 但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 于是就派了大规模的船队 为晋国运粮食 可是才隔一年 轮到秦国闹灾荒 秦穆宫请晋慧宫支柱一下 晋慧宫不仅不帮忙 还趁机攻打秦国 这下真的把秦国惹毛了 晋慧宫忍无可忍 就新兵讨伐最后大胜 但是晋慧宫依旧表现仁义大度 放过了晋慧宫 不过晋慧宫从此失去人心 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晋慧宫在位14年 驾崩以后由他的儿子 继位为晋怀宫 从而在逃完期间 虽然偶尔落魄 但是在各国之间 都还是受到国君们的尊重 尤其是在齐国 齐桓公将宗室的贵族 齐江嫁给他 并且赐给他金银珠宝 在那里 从而过得热不失禁 但身边的随从 觉得从而在齐国享乐 忘了复国大业 妻子齐江深谋大意 也规劝从而不要贪图安乐 但是从而不听 于是齐江就跟随从密谋 将从而灌醉 当晚大家拖着车 把从而拉出了齐国 等一觉醒来 从而已经到了楚国 这下从而只好硬着头皮 去找楚王商量 请求支持 楚王问他将来何以回报 从而承诺 日后在战场上面 见到楚君 必定退避三色 以报答楚国 一舍三十里 退避三色就是九十里 之后从而也跑去找 姐夫秦穆公 请求相助 因为之前 跟晋辉公的关系 已经搞砸了 所以秦穆公就全力支持从而 并且也将女儿嫁给从而 二十二岁的静怀公 本来心里就一直忌惮 逃亡在外的伯伯从而 听到从而得到秦穆公 热情款待 心里面更不放心 于是下令 所有跟随从而的大臣 必须按其归国 不回来的大臣 就杀掉他们的家人 有的跟随从而 没有回来的大臣 家人因此而被杀 所以家臣们 为此心怀怨恨静怀公 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 理应外合 结束十九年在外流亡的日子 等回到静国 继位为静闻公 当时已经六十二岁 静闻公回国以后 勤政爱民 国父立强 并且学习齐桓公 尊王朗仪 尊崇周王 也收复了很多旁边的小国 赢得诸侯门的战域 有一次 楚国要攻打宋国 宋国请求静闻公协助 在战场上 静国遵守跟楚国褪皮三色的誓言 所以退到城堡交战 这一战把楚国南英势力逼出了中原 也使得进攻周王朝的北敌势力衰弱 稳住了中原华夏文化 这一战以后 周湘王万分感激静闻公 侧命静闻公为诸侯之长 崇尔继位为静闻公后 论功行赏 每一位功臣都得到奖励 但是因为周王朝需要协助 静闻公在忙乱中 居然忘了当初的随臣之一戒之推 戒之推在崇尔流亡期间 对崇尔一片赤城 有一次崇尔饿得不知倒地 戒之推割下自己大腿肉 烤手给他吃 使得崇尔保住性命 静闻公回到静国 想到以前的事 想要封赏戒之推 但那个时候戒之推 已经跟母亲到了山西的棉山隐居 静闻公派人上山搜寻 遍寻不着 身边的大臣就擅自放火烧山 想要逼出戒之推 火烧三天后收山 最后发现戒之推母子 抱着槐树被烧死 静闻公难过自己 于是下令规定 每年这三天不得生火 一律吃冷食 这个就是寒时节的由来 以纪念戒之推 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清明节 静闻公刚去世 太子静香公继位 此时秦国安插在郑国的间隙 获得了郑国的信任 取得了都城北门钥匙 于是秦目公决意起兵偷袭郑国 出发前秦目公去请教简淑意见 简淑说 老师动众去偷袭远方的国家不可能会成功的 一群人浩浩荡荡 让行军到遥远的郑国 怎么可能会隐瞒得了呢 郑国必然会知道 不过秦目公并没有采纳简淑的意见 他让军队从东门出发 简淑的儿子也在队伍当中 军队出发之前 简淑送行痛哭的说 我看着大军出发 却见不到他们回来 儿子啊 靖国一定会在瑶山拦截军队 到时候我会到那里去帮你收尸的 秦国军队走到华国 遇到郑国商人玄高 玄高试破秦军的意图 一边派人赶回郑国报告郑军 一边自己慢慢的走向秦国军队说 郑国的国军 听说你们的军队要经过这里 特地命令我带有牲畜跟货品来犒赏你们 秦军心想 郑国既然已经知道了 一定有万全的准备 这样偷袭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会成功 于是秦军便撤退离开 靖文公在世的时候 始终不愿意跟秦国发生冲突 不过儿子靖香公 希望有所作为 胸怀大志 刚好送上来的肉包子 哪有不吃的道理 于是就在摇地一战 大破秦军 三个将领被捕 秦军全军覆灭 靖香公的母亲 是秦木公的女儿 在母后再生的恳求之下 靖香公才将将领放回 当时秦木公相当懊悔 穿着白衣从郊外迎接 三年以后 秦木公亲率将领 杀回摇山战地 特别将摇山之战 所有僵士的尸首 收拾带回秦国埋葬 此后转向西方领土 成为西戎霸主 靖香公死后 因为太子年幼 所以宰相赵顿 想要永立在秦国 靖香公的弟弟 公子勇为王 太子母亲知道以后 就抱着太子在朝中哭泣 又跑到赵顿的家里 磕头痛哭说 先帝靖香公哪里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儿子 赵顿没有办法 只好立太子为靖宁公 不过这个靖宁公 贪图享乐 目中无人 淫乱凶暴 他常常站在城中的高台上 用弹弓射人 看到大家被吓得 四散逃窜的样子 觉得很开心 有一次厨师没有把熊掌蹲烂 一气之下就把人给杀了 赵顿多次劝见靖宁公 所以靖宁公很反感他 于是靖宁公就派刺客刺杀赵顿 但是刺客觉得赵顿是忠诚 宁可自杀也不要杀他 而靖宁公设局要杀害赵顿 但是赵顿平日有人意之心 时常帮助他人 所以就有猛将相救 最后赵顿实在没有办法决定逃出国 但是还没有离开国境 就传来消息 赵顿担任将军的堂兄弟 赵川杀死了靖宁公 于是赵顿回国 才一进入朝中 史官董胡就写道 赵顿是君 赵顿觉得十分冤枉 就喊冤说 人不是我杀的呀 董胡说 你逃亡但是没有离开国境 等回到朝中又不惩罚弑军的叛贼 所以国君不是你杀的 还能说谁呢 赵顿只好仰天长叹说 好吧 之后迎回靖香公在周朝的弟弟 立公子为靖成公 孔子在看靖室的时候 就大战董胡是个好使官 毫不偏袒隐瞒 而赵顿是个难得的好官 只可惜背负了恶民 靖国在礼姬之乱的时候规定公子不许居住国内 所以靖国内国亲势力越来越强盛 而王公势力则越发无力 以至最后埋下韩兆魏三家分镜 演变成后来的战国七雄 当靖国衰败中 南方的楚国逐渐崛起 楚庄王上任的时候不到20岁 前三年整日身色拳马不理政事 并且下令赶上见者一律死罪 当时大臣无拘冒使上见说 楚国有一个大鸟 七夕三年不飞不鸣 请问大王你知道是什么鸟吗 楚庄王回答说 这个鸟三年不展翅 是为了要生长武艺 三年不鸣叫 是为了要体察人们的态度 虽不飞亦飞必冲天 虽不鸣亦明必惊人 之后楚庄王诛杀小人 任用武举书丛等忠诚 平定内忧外患 百姓安居乐业 活赴兵墙成就罢业 楚庄王先后攻打附近国家 并且都取得胜利 在攻打到现在河南 松陷东北龙族的时候 一路打到东周的国都洛邑 周王吓一跳 马上派出王孙满慰问楚王 楚庄王于是询问 周朝镇国之宝 九鼎的大小轻重 王孙满说 一个国家的兴衰 在德不在鼎 以德服人不必问鼎的轻重 楚庄王知道周王氏不可轻视 于是班师回朝 楚庄王在一次圣战后 大宴文武群臣 嫔妃宠姬也通通出席助兴 楚王还特别叫最宠爱的两位美人 许姬跟麦姬 轮流向文臣武将敬酒 忽然一阵大风 把宫廷当中的蜡鼠全速吹灭 宫中漆黑一片 这个时候有人拉住了许姬的手 拉扯之中 许姬扯下那一个人帽子上的阴带 之后许姬来到楚王的身边告状 请楚王点灯 看看谁没有帽阴 就将他抓起来处置 楚庄王说 今天请大家喝酒 酒后失礼是常有的事 不必怪罪 大家都把帽阴拔掉 才能够尽兴饮酒 于是群臣全速拔掉帽阴 楚庄王在命人重新点亮蜡烛 三年以后 晋国侵犯楚国 楚庄王亲自率兵迎战 交战中 有一员大将 总是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在他的带动下 所有人情绪高昂 所以储君大胜 完败进军 战后 楚庄王特地询问那名大将 我的德性浅薄 又没有特别优待你 为何你冒始奋战呢 那位武将跪拜回答 三年前我在宫中 酒后失态 本该猝死的 可是大王不仅没有追究 还设法保全我的面子 我深受感动 所以对大王的恩德 牢记在心 这次上场 正是我立功报恩的机会 所以不惜生死 在所不辞 这番话 使得楚庄王和在场的将士 大为感动 楚庄王在位期间 多次征战胜利 中原当中较小的国家 像鲁 宋 郑 臣 都归附楚国 成为当时的大国 但晋国跟楚国 则连方打仗 形成对峙的形式 此时吴越两国 蠢蠢欲动 楚庄王时 大臣吴举 因为剑言 受到楚庄王任用辅证 而后吴家 在楚国 成为显赫的家族 传到楚平王期间 吴子婿的父亲 吴奢 担任太子剑的师父 楚平王为太子剑 聘取秦国公主 奸臣废无忌 惊鸿一扁 秦国公主 长得实在貌美 于是归倦楚平王 应该自己纳做夫人 从随嫁当中 再挑一个 给太子剑就可以了 楚平王受不了诱惑 就接受了 废无忌的建议 但是因为心虚 所以把太子剑 调到边疆地带 去守城 废无忌担心太子剑 之后会复仇 所以有意费力太子 于是挑拨 楚平王父子 说太子剑 勇兵至重 想要造反 之后更杀了 太子剑的师父 吴奢全家 唯独吴子婿逃出 在吴楚的国界上 到处都是他的画像 并且士兵 严加的盘查 往来百姓 他只能够四处躲藏 每日痛心想着 父兄蚕死的情况 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有一天 他在河边洗脸的时候 看到水中倒影 发现自己 居然头发全白了 于是凭着一头白发 吴子旭骗过边关守卫 顺利投奔吴国 投身在吴王和吕的门下 吴王和吕重用吴子旭 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 在博举之战灭掉楚国 吴子旭于是挖出楚平王的尸体 鞭尸三百 吴王和吕日益骄纵 不听孙武的劝阻 出兵攻打新继位的岳王勾剑 岳军派出死刑犯 列队在吴军之前自杀 把吴国的军队看傻眼 阅兵着趁势攻击 吴王和吕重剑伤重不治 吴王夫差继位以后 派人每天站在亭中 每当他经过的时候 就冲着他大喊 夫差 你忘了岳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恭敬的回答 不敢忘 就这样过了三年 吴王夫差靠着吴子旭 跟孙武的谋略 打败齐国 又击败越国 成为天下霸主 吴王夫差大破越军 勾剑夫妇臣服 愿意以身为奴 于是吴王留下勾剑 让勾剑在吴王河旅的坟前喂马 给吴王牵马做马夫 吴子旭建议夫差 应该要杀掉岳王勾剑 可是夫差没有听 吴王夫差在称霸后 变得日益专恨 于是孙武离开吴国 回到齐国 三年期间 勾剑低声下气 冷气吞声 有一次夫差生病 勾剑将粪便放入嘴里 藏过之后说 恭喜大王 你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 夫差非常的感动 过了几天 果然病好了 于是夫差就问勾剑 想要什么 勾剑说 想要回乡养老 勾剑回到越国后 握心肠胆 睡在柴上 每天舔着苦胆 历经图治 并且接受范黎文总的建议 将西施跟大批的美女 送给夫差 然后又用重金 挥入吴子旭的政敌 薄匹 诬陷吴子旭联合齐国准备谋反 当时夫差已经被西施搞得晕头转向 神昏颠倒 没有心思思考 吴子旭跟薄匹 谁对谁错 就把吴子旭刺死了 吴子旭死后九年 越国向吴国 竞贡征熟的种子 使得吴国发生饥荒 削弱吴国的国力 十年时间 最后勾剑灭吴 夫差自杀身亡 西施也致意身亡 岳王勾剑灭吴后 启兵北上跟齐国晋国等诸侯会于徐州 也向周王室进贡 周王派人赐祭陋给岳王勾剑 命他为诸侯之长 岳王勾剑回到岳国 范黎劝文总一起离开 说勾剑不是那种能够同享福的人 但是文总不相信 留在朝中 最后被勾剑找借口杀掉 而范黎辞官来到齐国 定居在定陶 就是现在山东省西南部 然后改名为祝公 他善于经商成为富人 并且用赚到的钱 积极帮助穷人跟朋友 所以后世称他为财神爷 因此春秋时代 最早是诸侯之间势力的齿霄彼长 从最早的郑庄宫 然后齐桓宫 再来宋香宫的短暂称霸 在此同时 靳文宫跟秦木宫的崛起 但随着南方橱庄王争霸 才使得春秋有比较多的战争 之后五月崛起 靖国内乱走向寒兆魏三家分镜后 于是战国时代来临 希望透过这一连串故事的贯穿 能够对春秋时代的历史跟典故 有比较清晰的脉络 建议在早出书本戏读 并且在写文章的时候善用典故 文章的连结在描述栏 喜欢这次的影片 请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拜拜 拜拜